好 来关心副理箱代表会的质询情形了 副理箱公所的工友传统市场 在三月份开始是进行了整修 那么本来是在六月就要完工 但是拖到了七月都还没有完成 那么副理箱代表会主席詹金富就说了 很多摊贩都在哀哀叫 现在疫情稍微趋缓了 希望能够赶紧做生意 副理箱工友传统市场 在三月份开始进行整修 原本该在六月就要完工 但是拖到了七月还没有 副理箱代表会主席詹金富说 很多摊贩都在哀哀叫 现在疫情稍微趋缓 希望能够赶紧上工来做生意 公所回应 七月底确定完工 要终移 移到现在快要半年了 还没有好 什么的那个 受得了 他们也要吃饭 你们要尽快 你们要改什么图 你们要尽快跟他改 这部分它有疑意 它可以提出来 是因为厂商提出疑意之后 我们再重新检视图的部分 确实这部分 是要做一个变更 不然厂商师作 会跟我们原要的东西不符合 对啊 占星富表示 就算是厂商有疑虑 要更改的时间 就应该要抓好 而不是因为改图 重新设计等工作 就延长了原本该完工的时间 这会牺牲太多当地摊贩的工作时间 希望商工所能够检讨这方面疏失 尽快安排在7月底就要完工 记得高松松非常采访报道